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报复前任的电影《野行动物》 影片开始在广门无垠的美国西部 男主一家正在车穿越一片荒野 此时天色一黑 男主望着一旁的西子和熟睡的女儿心中满是幸福 然而这时他们遇到了一群挑适的混混 男主赶忙朝车离去 后座的女儿生气地竖起了钟指 在这样荒芜人烟的地方挑选小混混无异于作死 结果惹怒的混混将男主的车撞出了公路 他们将男主骗出了汽车并且控制住了他 对方人多示众,男主根本不是对手 一旁的警车呼吓而过 直接无视男主一家的求救 绝望的男主极希望于和小混混抢亲道理,放过他们 然而和小混混讲道理无异于鸡铜鸭角 最终,麻痕的小混混带着妻子女儿扬插而去 而男主则被丢弃到了荒野中 天亮后,男主找到了警察局 然而警察局告诉了男主一个悲惨的消息 男主的妻子和女儿双双被淋辱后惨遭杀害 然而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将小混混定罪 面对小混混得意的嘴脸 一旁警察也看不下去了 他交给了男主一把手枪,让他自由处置 小混混尖撞,急忙跑了出去 警察直接开枪,放倒了小混混 随后男主找到了主犯长毛的家中 他闯进屋中,直接开枪打中了长毛 却被长毛拼死挣扎,打晕过去 男主从昏迷中醒来 他的一只眼睛被弄瞎了 他两枪的走出屋外,最终倒在草地上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小说中的情节罢了 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女主苏珊的前夫爱德华是一名小说家 然而丈母娘认为爱德华软弱无能 始终看不起她 最终女主也屈服于此,放弃了两人的婚姻 妻子的背叛令爱德华悲痛欲绝 她最终完成了一部小说《野心动物》 上面的故事也是出自于此 苏珊被小说里的内容深深震撼 并且回忆起两人的种种过往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和爱德华复合 然而等了许久,爱德华并没有出现 此时她终于明白 这只不过是爱德华的复仇罢了 为的就是让女主心生悔恨 她们在现有的一切 为心转意想要和前任复合 却又遭到了残忍拒绝 所以《野心动物》想说的 其实是一场《君子复仇十年不晚》的故事 好啦,今天喵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微信号喵妹说电影 喵妹在这里与你不见不散 喵妹在这里